32体,在一杯静置的液体中,假设液体的密度每立方公分1.2克,A点距翼面5公分,距容器底部10公分,距左右两端各为8公分和6公分,如附图所示,则在A点所受上压力P向上,下压力P向下,向左侧压力P向左,向右侧压力P向右的大小,下列数值何者正确。 这就是老师上课所举的例子,也就是老师上课强调的,我们在液体内部液点所受的压力是来自四面八方,有向上,有向下,有向左,有向右,但是不管是哪一个方向的压力,我们的公式都一样,都是P等于HD,所以H就是深度,在这题来讲,深度就是5公分,所以不论你是算向上压,向下压,向左压,向右压,我们都要带的就是深度, 5公分,乘以我们的液体密度1.2,算出来就是6,也就是每平方公分6克重,所以我们的向上压力,向下压力,向左压力,向右压力,都是每平方公分6克重,所以 第三次的题目我们说下列数值何者正确,我们答案选的是猪,P向左,等于每平方公分6克重。